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风雨雨中我们身兼数职 是导演 是编剧亦是演员 岁月更迭中我们角色转换 或为父为夫为子 或为母为妻为女 一路走来责任很大压力很大 时不时出现些小插曲 让我们不断地修炼着内心磨炼着演技 戴上面具 酸楚 往肚子里咽 眼泪往心里流 却努力微笑着 偶尔骗骗别人 偶尔骗骗自己 经历再多的狗血剧情 也只能迎难而上 累并快乐着 这场大制作中 有人把它演成了凄惨的悲剧 有人把它过成了鸡飞狗跳的闹剧 但更多人只想把它变成平凡且幸福的喜剧 酷暑寒冬里 起早贪黑 摸爬滚打 踏踏实实向前 不再在意别人的评论 不再等待别人的认可 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 付出真心 本色出演 尽情享受 渐入佳境 第二个比喻 人生如草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一生多少风吹日晒 雨打雷鸣 面对起起落落 我们不断调节着心态 不服输 亦不言弃 默默扎根 治愈着自己 始终相信人间值得 熬下去 就有春天 不管大风怎么吹 不被荣华迷眼 不为富贵折腰 即使再渺小 也有一份傲骨和气节 日益明白 不必和别人攀比 花儿有花儿的美 大树有大树的高 作为小草 我们亦有自己 独特的芳华 在平凡岗位上 有一份光 就发一分光 有一份热 就散一份热 不忘自菲薄 不洋洋自得 守一方净土 随遇而安 把寻常的每一天 过得神采奕奕 生机盎然 保持谦逊 保持自律 保持一颗坚韧的心 相信所有的辛苦 都不会被岁月辜负 那些困难和挫折 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更乐观 付出勇气 真诚 坚持发芽 生长 一定能迎来 青青草色 和勃勃生机 第三种是 人生如奇 人情四指 张张薄 世事如奇 局局心 慢慢人生路 一旦落子 就无法反悔了 走的每一步 都要慎重 仔细 尤其是读书 结婚 生子 这些大事上 切不可一时冲动 草率行事 多三思而后行 才不会吃大亏 遇上一朝不慎 满盘结书的惨剧 黑白相间的这盘棋局 难免有很多诱惑 切记 走正道 别随意挥霍 自己的未来 有所放弃 才能更有所得 脚踏实地地做事 堂堂正正做人 不去想天上掉馅饼 这种不易之才 理财投资上 多纵览全局 眼光放长远一些 不要在意 一时得失 不要计较 一余争夺 面对种种磨难 调整好心态 学会享受这些小挑战 笑嘻嘻地 继续这盘棋 输赢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用快乐的方式 去生活 第四种是 人生如舟 孤帆圆影 避空尽 没见长江 天际流 世事千帆过 默然回首 才发现 孤独和离别 乃人生常态 纵使再不舍 有些缘分 也只能陪我们一成 往后余生 还是得靠自己 风雨兼程 数一数 没几年 同川好友就改了状态 有的忙着结婚生娃 有的忙着 给银行还债 而我们也划着自己的奖 争取不被岁月的浪潮淘汰 或兢兢业业 为爱打拼 不敢松懈 或飘扬过海 梦想不变 努力做着自己的百度人 这一路 碰过礁石 遇过激流 躺过险滩 跌跌撞撞 历练成长 痛过 累过 绝望过 哭泣过 后来发觉 平安健康 才是人生这艘船 不倒的伟感 珍惜当下 才能更好地 抵达幸福的彼岸 谢谢同舟共济的朋友 谢谢不离不弃的爱人 谢谢父母家人 做我们永远的港湾 陪我们化险为夷 祝我们 转危为安 第五种 人生如酒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明日愁来 明日愁 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 是能受住生活的刁难 再难过 也不轻易认怂 心里总有万般苦 也不在人前慌张落泪 宁愿找个没人的地方 喝个鸣鼎大醉 嘴里嚷嚷着 心好累呀 酒醒之后 还是装装渐渐 从容面对 难挨的事情 经历多了 反倒变得洒脱乐观 竟往事一杯酒 再多爱恨风霜 不回头 从前 酒局是应酬 空酬交错间 真真假假 说些场面话 后来 酒局是真心 三五好友 把酒言欢 聊聊烦恼 交交心 我干了 你随意 这日子 就像喝陈年老酒 欲酒欲香 欲品欲真 第六种比喻是 人生如歌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跌宝起伏的岁月里 有人唱着欢歌 一路向前 有人哼着小调 嬉笑人间 有人唱着离歌 不舍告别 有人哼着悲曲 苦涩心间 这些年 渐渐懂得 人生总有些 无可奈何 但即便世界已痛吻我 也要抱之以歌 勇往直前 甭管生活什么样 都要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 好好迎接生活的挑战 学会给自己加油打气 再平凡的人生 都只得一路高歌 我们该坦然一点 接受不够完美的自己 接受不够圆满的生活 不必自卑 不必失落 不必抱怨 不必戒怀 心简单了 幸福就很简单了 夜深人静 再次想起年少时 爱过的经典曲目 听过的温柔深情 才惊觉 欢乐 心酸 青春 遗憾 感动 怀念 尽在其间 那些不懂得曲忠之意 如今品来 句句是故事 字字 是心情 第七种是 人生如月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小时候 总心心念念着 尽善尽美的大团圆结局 后来才懂得 求而不得 未必是遗憾 所有经历都是财富 那些曾以为的至暗时刻 未尝不是另一种礼物 不必苛责自己 不必追悔过去 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的来处 越赢越亏 自有它的道理 换个心态吧 学会释然 接受突如其来的失去 放下 渐行渐远的感情 生活不止有白月光 更有满地的六辫石 为了家人 要扛起自己的责任 奋力向前 不必逢人 就哭诉自己的悲苦 每个人有他头顶的 风霜雨雪 不要轻易展示 自己的脆弱和狼狈 有些话 要留给懂的人听 累的时候 就抬头望望 那轮明月 让月色至于疲惫 让内心 重获安宁 第八种 人生如花 一花一世界 一念一尘缘 花开花落自有时 可以难过 但还是要继续前行 无论发生什么 都别丧失对生活的热忱 像花儿那般 把日子过得美一点 不要将就自己 不要敷衍生活 再忙碌 也要留一些诗意 存一些柔软 认真打理好自己的日常 清清白白为人处事 漂漂亮亮 迎接每一天 历经风雨 会渐渐明了 与其与人争方斗艳 不如物资绽放 沉淀自己 放下压力 将愈加豁达 采菊东篱下 悠然陷南山 未尝不适 人间乐事 不目名利 不限浮华 偶尔做个 化作春泥 更护花的好心人 对世界抱以善意 那些温柔与爱 也将回馈到我们 往后的岁月 静看一树花开 漫想三餐四季 在烟火器中 体会简单的浪漫 与美好 这便是很好 很好的一生了 第九种比喻 人生如书 粗增大步 果生芽 富有诗书 气自华 人生这本书 由父母决定封面 精美也好 粗糙也罢 别太在意了 要知道 一本书最精彩的 还是它的内容 以赤子之心 去书写心底的梦 认真对待 每个段落 每个章回 每个诗篇 别因为偶尔的错字 和病剧而懊恼 勇敢一点 拿起图改叶去修正 永远相信自己 可以创作出新的情节 酸甜苦辣 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这些启程转合 都是人生中 必不可少的一夜 不必追求完美无缺 有时候 小遗憾 才是人生的大圆满 别奢望 人人都对我们满意 毕竟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尽情选择 我们擅长的题材 写下让自己 心生欢喜的散文 小说 戏剧 诗歌 好好爱自己 修炼自己 不为不值得的人和事 伤心 永远记住 这一生最好的作品 就是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